這是我們之前開的坑 是CVQ的平方投票開源模組 那這個平方投票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就是 Audrey跟Vitalik 就是以太坊創辦人他們 滿提倡的這個平方投票 那我們還沒有接到Web2 但是Web3的這個智能合約已經完成了 那這個智能合約放在GitHub上面 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個是開源的方式發行 而且其實目前並沒有特定選用任何的license 所以說它是no license的狀況 所以相對也是基本上非常開源這樣 那我就放一下這兩分鐘的影片 他會介紹一下這個在進行的時候 怎麼進行這樣子 現在展示QV平方投票開源模組的結算成果 我們利用這版已經部署的平方投票合約來做示範 現在我們發起一條投票 共有六個選項分別是1號落候選人到6號候選人 這邊已經先將選項轉為合約綁定的形式 並發起投票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已經成功發起 並有六個選項 因此待會每個人投票的點數是36-1 也就是35點 我們今天會用六位投票人來做示範 第一位投票人 他喜歡1號跟2號候選人 但更喜歡1號 所以他選了53-1000的投票配點 投票成功 第二位投票人 他喜歡6號跟2號 但喜歡6號更多一點 所以他選了030-105的配票 並發起投票 第三位投票人 他喜歡4號跟2號 但更喜歡4號多一點 因此他分配了03-1500並發起投票 第四位投票人 他覺得123都不錯 但他更喜歡1一點 所以他分配了433-1001 發起投票 第五位投票人 他覺得1跟2都很不錯 但我更喜歡1一點 所以他分配了530-1001 而第六位投票人 他覺得 這次的候選人 好像都不錯 但是他更喜歡2跟4一點 所以他分配了23-23-22的投票 我可以看到大家都已經投完了 但我們可以 在揭曉之前可以先看 如果今天6號候選人 想要再投一次票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我會發現他會被我們的合約擋下來 並告知說你已經投過票了 那假設今天我們又有一位投票人 他特別喜歡5號好了 因此他想將所有的票都灌到5號身上 這時候我們會發現 他會因為超過點數被合約擋下來 現在我們回到投票上 我們可以看看 現在的投票結果是什麼 這邊是我們獲勝的候選人 看一下 轉圍 正確形式 發現是2號候選人 如果按照傳統的投票方式 1號候選人將會因為3票的基礎而獲勝 但平方投票後 選出的是最讓所有投票者都認同的 2號候選人 以上就是目前的階段成果展示 剛剛忘記提一下 這個其實也是台灣總統北黑客松 在評審階段使用的投票方式 就是你剛剛投票 謝謝 好 感謝你 看我剛剛 兒子在忙 來 來